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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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男人碰田小娥的时候还会在外面掐着时间 生怕错过百里纪录一样 第二个男人是郭举仁家里照的工人黑娃 本来是因为报复跟黑娃在一起 没想到有了感情 但是黑娃的父亲陆三根本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两个人就在一起住在了摇东里面 没多久黑娃跑去闹革命 她一走 田小娥第三个男人 陆子玲就来了 用现代话说就是各种坑猫拐骗 和田小娥睡了 接着又开始利用她 去勾引白笑文 白笑文也就是第四个男人 田小娥是白鹿园里面最漂亮的女人 但却是最惨的 黑娃跑路之后被吊起来 当众扒下了裤子 虫儿是身份高贵的公主 命运也是不好的 受尽侮辱 两个角色都由一开始的单纯善良 变得丑陋 爱情也是两个角色都得不到的东西 就是这两部剧的角色要塑造好 还真是不容易 也难怪今年喜多不压身 还有一部大戏 如意转也在后头等着呢 演过红楼梦 前进归来 随在人生 那么多戏的亲姑娘 一直活适都一般 不过现在看这形式 是亲姑娘本命连呀 要造起来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看完的伙伴 记得点击订阅 也可以微信微博 关注范儿影视 点关注 不迷路 超哥带你上高速 哈哈哈哈